智慧型傳帶裝置 2014年開始在全球普及 知名品牌蘋果最近正式加入戰局 蘋果公司9號在美國就金山舉辦發表會 官網同步轉播 執行長庫克正式宣布 推出Apple Watch智慧手錶 它不僅是在你 它是在你 你穿的是誰你身上 我們設計了Apple Watch 為了一種種類似人物 不同的味道和不同的選擇 庫克強調自家的智慧手錶主打個人化 很在意智慧手錶能否透過穿搭 凸顯個人風格 因此錶帶錶身的外型 材質款式多樣 不過蘋果的智慧手錶售價並不便宜 入門款349美元起跳 約新台幣11000元 18K金的高檔系列要價高達1萬美元 超過新台幣30萬元 專攻精品市場 目前市面上的智慧手環和手錶 大多主打追蹤健康功能 蘋果在價格上做出區隔 功能上 蘋果智慧手錶和iPhone連結 可以收發電話和簡訊 也提供語音互動 聽音樂 上網 行動支付和遠端遙控開鎖等功能 電池續航力高達18小時 可說是操作介面較小的智慧手機 蘋果的智慧手錶預定4月下旬開賣 台灣不在首波銷售國家名單上 偷估預估今年出貨量約1500萬支 看好初期先吸引果粉長鮮族搶先使用 分享體驗 為行動穿戴市場 再掀一波購買潮 中央社綜合報導 請進行動 直播放